主席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現在進行保安委員 議員的執行 第一位我們請黃湘淑議員 我們歡迎二十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的 我們保安部門的 所有的四個局處的局處長 大家早安大家好 這是鄉署的保安部門的質詢 首先我想要先針對 我想每次我講到保安的時候 我一定會先對消防局 因為我們的陳局長很清楚 鄉署在從去年就開始一直在提的 我們的澄清消防分隊 那我也要再說一下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們的局長 陳局長相當相當認真在找我們的 可以去設置我們曾經消防分隊的地點 可是目前可能因為種種的因素 可能還沒有辦法去完成設置的 那我最近有去跟我們的大昌分隊 去調了一個資料 就是我們高速公路 以當地區的火警的案件分布表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有大昌分隊 鳥松分隊 跟鳳山分隊還有林雅分隊 中這個就是我們的 剛好是山不管地帶 獨合這個地方 獨合是我們 最需要來設置消防分隊的地方 那我知道我們的陳局長 有請同仁很認真的在找 好像找了四五個地點 但是地點可能因為 公家機關的問題沒有辦法去設置 但是我最近 也有找一些里長 包括附近地點的士生 我們有在探討 說到底這個消防分隊 可能要設在哪個地點比較好 那我們也有提出了 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這個地方 我相信局長 你應該知道這在哪裡吧 局長知道嗎 這個地方 自強路橋下面 局長 這是你們曾經評估過的一個地點嗎 對不對 那下一個就是這個 文榮文鳳附近的有三塊公園用地 這個也是你們曾經評估過的地點對不對 對 那下一個就是這個 這樣目前的狀況是 是什麼樣的狀況 讓我們現在還卡在這個點 沒有辦法向前進 目前剛剛我們議員在關心的 我第一個要表示我們非常感謝 你對這個地區的消防安全一直在努力 這兩塊地都是公園用地 那公園用地要蓋這個機關 牽涉的層面很廣 包括地幕的變更 包括我們附近居民是不是能接受 所以這個都需要再努力 包括地幕 局長我講一下 地幕的變更 我很認真 我有去查那個都市計畫 我有去查了 公園是可以去做消防分隊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可能在變更 可能你們要跟公務局那邊 可能要加緊腳步下去協調 看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這個地幕變更為我們的消防分隊使用 因為我們要使用的 不是像以前這塊嘛 我們要使用的不是大片 我們其實我們要使用的只是 這一塊就是只有使用到四分之一的土地對不對 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消防局你們 自己整個市政府的內部你們要去協調 看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這個消防分隊能夠在這個地方設置 我覺得我們局長齁 你也是住在這附近的啦 我相信 你比我還要關心這個案件啦 那所以我要拜託我們的局長認真一點 拜託你 謝謝齁 我們一起努力啦 謝謝 謝謝謝謝 那當然齁 我們說到消防分隊齁齁 我們會想到的就是我們的消防能力不足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陣子以來齁 我們我們消防能力齁不足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了 因為我們消防人員要訓練 分為兩個階段 有一個是要到警大嘛 那有一個是到我們的警專 分別是兩年跟四年的這個時間 所以很多面臨到可能我們有面臨到有一些退休草的問題 造成了我們的消防能力不足 局長我想要請教一下齁 這是我找到的一個資料啦 就是消防能力不足齁 包括專業分工 這個可能都是我們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齁 這是我們台灣的消消防人員齁 要做的事情齁 很多 但是在我們的消防法規規定的 我們的可能我們消防人員訓練的時候只有三大的目標 一個就是預防火災 一個就是呃 搶救的災害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救護的問題嘛 我們只有這三條 啊可惜我們現在齁 我們台灣的消防人員齁很可憐 他們還要做什麼 他們就要去做捏爪啦 啊然後齁 貓狗如果受困齁他們也要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就有一點 去把消防人員齁他們的專業 好像有點去模糊掉了 所以局長我是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好好啊輸客 包括你們應該要跟農業局 因為這個呃 搶救這一種呃 呃包括流浪狗啊流浪貓這個應該其實都是農業局 或者是動保 動保局或者是等等民間團體可以去做的 是不是這一塊 我們應該要來內部去討論說 是不是這塊可以交給他們專業的去做 啊我們的消防人員呢 我們就來做專業的消防的知識 這一塊 局長是不是請回答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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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命是寶貴的 我們為了救護動物 我們在深夜這一段 我們消防人員還是會儲勤去處理 當然我們希望以後全部 都有我們農業級的洞保持來處理 那目前因為他們能力還不足 基於互相協助 我們晚上這段時間還是有在服務 謝謝 好 謝謝局長 消防人力不足 這個是全台灣的問題 那局長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高雄是屬於 做一天修一天的 沒有錯吧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公使到底是多長 就是消防人員每一個人一個月的公使 包括一個月的平均的時薪是多少 這局長是不可以讓我回答一下 我們消防人員的扶請時間 那是這個情報 也要責任 我們昨天都跟上一周 收到北王總監處理 我責任 你要責任 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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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責任 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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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的時間可以在隊上來備請 所以如果依我們比較嚴謹的 一個工作時間來講是84小時 但是實際在扶請的就沒有那麼多 一個月84小時嗎 一週 所以一個月等於是300多小時 對 這樣也是非常工時很長的一個工作 那局長 我們都知道 現在最近有爆了一些所謂的退休潮 那我剛好去調了一個資料 我不知道這個高雄的退休潮 現在六都來 我們看來在過年 我們就退休了80位 在原額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又退休了80位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我們一些消防問題的產生 這我是沒有了解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局長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六都都有一個叫做 危險職務加急 的編列預算 唯獨就只有台南和高雄 是沒有這一塊的 我覺得這會不會也是 因為消防人員的工作比較辛苦 而且也比較危險 那又沒有這個勤務加急 會不會對他們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 這個工作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他們會選擇退休 當然是因為這個問題 是不是請局長回答一下 跟你講報告 有關退休的問題是 這個你講的84個是登記的 實際退休是30幾 那是登入時候要退休的 但後來沒退休的 那因為我們政府現在整個社會 一直在討論公務人員的 退休退職金的問題 那因為有一些要變動 所以公務人員他就心裡恐慌 所以退休各機關 最近是退休潮 是不能否認 那關於我們六都的危險加急 我們是都有 剛剛議員講的是加成 加成的話是中央規定 我們是可以加七成 七成假設原來六千塊就是變四千二 但是我們整個 市政府的財政 大家都知道這個預算來源 有了 還編沒有就要去借款 所以整個消販跟檢查 目前是在我們高雄市是 還沒有 編預算來發這一筆錢 我想 當然高雄市的財政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但是扣除掉這一塊 我們的警銷人員 都是這麼辛苦在替我們人民 包括我們的財產 身家財產在做保護 我覺得這裏是不是我們的局長可以參加一下 就是是否也能夠給予我們的加成補助 我覺得這對我們的消防人員 包括對他也好 包括對他的家人也好 會比較有一個 感覺會比較安心一點 是不是請局長能夠多多朝這一方面下去做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那當然我們剛才講到消防人員 我們就要說到我們的警察同仁 這個是我們103年到105年 我們的警察局所提供的我們預算原額跟現有原額 代表我們的預算原額跟現有原額去看了以後 我們就是認定說 我們的人數是完全是不足的 我不知道說這裏我們的陳局長 你有什麼看法 是不是這個也是中央的問題 或者是地方自己的問題 請我們陳局長回答一下 陳局長回答 謝謝趙紀元 謝謝黃議員 這樣關心我們警力上不足的地方 會增加同仁的一個工作量 那那個警銷可能大致都相同 那這是就是說100年到104年 這是一個這5年是一個退休朝家 就是公務人員他有修法 微老的職務本來是50歲 準備105年以後就延到55歲 所以這段時間很多同仁就希望說 微老職業要延到55歲 他就趕快退休 所以這個退休 這個本來一年差不多100多人 現在這幾年就會增加到300400多人 這個是一個狀況 那第二個 警政署他是負責招考訓練 由警察局來任用的 那這個時間就要很長 那警政署發現這個問題 要從103年104年到105年就開始招考比較多的 這個警力進來 從3000多到4000多 現在每年大概都差不多4000多 4400 所以到差不多108年109年 大概這個一方面退休 退休潮比較緩慢了 那人力也大量的補進來 這個警力缺少的部分 可能就會馬上改善 大概這幾年就會看到這個問題比較少了 是謝謝局長 你也知道我等一下要說退休的 那個退休 我們 你剛才也有提到了 我們近幾年來 我們的退休人數 越來越多 而且是激增 所以 我不曉得說 如果假設說退休人數 一直在增加的話 那在我們原而已經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的警力這個是OK的嗎 就是針對治安這一塊 是有辦法去處理的嗎 去年我剛來的時候我們的缺額差不多900多人 沒有辦法很精切 因為有時候一直在退休 沒有辦法很精切 900多人 那到現在為止 只缺少差不多638人 所以去年一整年警政署也 把一些警力 來配置我們高雄市 所以 有減緩的一個情形 那以我們現在的一個警力 還有我們內部有做一些工作業務上的一個簡化 我們也減少一些同仁的 一些負擔 工作上的一個負擔 負擔 那再加上我們同仁 將是優命 這幾年努力 也治安狀況也慢慢再穩定下來 剛才我的報告也呈現 像議員報告了 所以他們的工作負荷上 是可以得到一些紓解的 所以目前 是可以應付 但是我們也表示同仁這段時間 他們確實很辛苦 很努力 是是是 警銷人員一直以來都是相當辛苦 我也希望說 因為我有聽到謠傳 我們的局長有可能會高升 如果真的有機會高升的話 也要請我們局長 要多多照顧一下我們高雄的警力人員 好不好 好 局長這麼多謝謝 謝謝 最近 這幾天來 我們大家都一直在說到的 就是汗他病毒 汗他病毒 我想要跟我們的 衛生局長借問一下 所以 汗他病毒的傳染的方式是怎麼樣 請問記得回答 簡單回答就好 時間沒有什麼好 汗他病毒基本上是老鼠的 被有有感染 汗他病毒的老鼠 他的一個分泌物透過他的 主要是尿液 當然他唾液也有可能 然後 他會 因為 接觸到這些 碰觸到我們的口鼻 或是說 在過去國外的報告是說 像那個 成就 一個什麼倉庫等等那些 那因為他 灰塵基很多 灰塵陽起 在做大清除的時候 透過空氣 吸入的 去傳染的嗎 但是那個是要透過那個 過去的報告都是透過那個 灰塵 跟尿液混在一起之後 那你大清除的時候 那灰塵陽起的 所以 局長代表 汗他病毒的傳染 比登格勒的傳染的方式 更容易對不對 基本上 在過去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疾病 流血病看起來 應該是 登格勒比汗他病毒容易 是 因為他本身是 呃 他的一個案例數 都是屬於我們的偶發性的 是 我們2011年 現在已經有通報了19起嘛 到現在已經通報了19起 那每年都是 一至三例 可是今年很特別 在高雄 既然已經發生了三例了 那我不知道說 我們的衛生局 在發生事情以後 你們的作為是怎麼樣 因為我有看到 你們好像有一個 去擴大警戒巴黎的一個 區域 去做一些噴灑藥物 去做一些投放藥物 去做一些投放藥物 包括放一些 呃我們的補屬器等等之類的 這個資料是倍率啦 可是齁 你們的業務同仁給我的資料是六里 所以我不曉得說 你們在這一塊的宣導方面 是有做到很完備嗎 跟議員報告 總共是兩波啦 第一波是在3月15號 就是第一例跟第二例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 因為目前機關署是200公尺 那那邊做過之後 但是第三例是在4月初發生 所以我們這一波是更大擴大範圍 那因為雖然我們機關署是200公尺 跟同仁就討論結果 認為說因為第一例第二例是同住一戶 那第三例是不同戶 去400公尺 所以我們把它擴大範圍 所以才有這樣的差別 但是基本上就是 除了這些以外我們對於一些 我們認為譬如說市場啦 或是是有關於 有可能有老鼠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就因為 要做比較貼貼 所以我們就 擴大理數就比較多 所以我這樣差別存在 跟議員做的 沒有我是希望說局長 你能夠擴大的去 因為我們革庸企業市場 包括我們的業市相當的多 我希望說局長 你能夠擴大的去做 不要說只是在 有發生案例的地方 因為高雄期登革六一定很可憐 現在又來一個和他病毒 而且我聽說 上週的常病毒人數 掛急診的有724例 我相信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報告 你說下週會更多 下週是一個高峰期 包括高峰期會到7月 那我認為說 這個可能是環境上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衛生局 跟我們的環保局 我們能夠 有一個 有一個擴大的一個匯報 包括你們要塑地下 整個 看我們要怎麼解決 高雄的環境問題 要不然這些 傳染病 越來越嚴重 那高雄人 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的市長一直在講 高雄是一個移居的城市 那如果這些傳染病再繼續的擴張下去 會不會是變成另外一個移居城市 不是安移的移 是移掉的移 所以我相信 這我們都要希望說 我們的衛生黨委 我們的環保黨委 能夠比較認真的一點去重視這個問題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我其實還想問一個長照 但是我看時間好像不太足夠 是不是再給我兩分鐘 謝謝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人口老化快速 那這張圖可以很明顯的去顯示到 我們 1993年到2018年 我們經過25年的時間 我們去從一個高零化的社會 我們的台灣 從一個高零化的社會 變成一個高零的社會 但是因為人口老化快速 所以我們極有可能 在2025年 就會變成一個超高零的社會 那我知道我們的衛生局 針對長照這一塊 也很很重視 也很認真的在去做 我也看到你們這些報告 可是我想請教我們的局長 針對長照這一塊 我看到你提出來了 報告都是在偏鄉地區 那在都市 因為未來會很多人 老人老人化人口 會往都市這邊來集中 那你在這一塊 你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局長請回答謝謝 謝謝議員指教 關於我們的長照資源 事實上按照我們目前的分布來講 我們都會區是足夠的 但是我們目前局裡面的重點說 有了長照資源 有量只要好 所以在這裡面其實我們強調是要做一些獨島考核 然後讓他們 因為我們知道說 因為在台灣其實我們 面對照顧 到底大家要用不用付出多一點 這部分我們想要做一個努力 提醒大家 然後讓它 直接讓落實的程度 品質要好 但是在偏遠地區 它是一個量不夠 所以特別強調 偏遠地區並不是說 都會區 我們忽略 重點不一樣 這是在我們高雄市的特徵 在全南市都會區的像台北市 他們是比較少的這樣議題 那局長現在長照啊 是不是就是你們跟社會局共同來做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你們能夠 跟我們的市府建議 能夠單獨的做一個處出來 因為未來的長照會是 以後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我們的衛福部好像已經有一個處出來了 那我認為高雄市政府 也要針對這一塊 要趕快去成立一個處 不要好像 你們做你們的 然後社會局做社會局的 這樣子到最後齁 都會做沒工作 所以要拜託我們的局長齁 針對這一塊也要 再一分鐘 好不好 謝謝齁 謝謝局長 謝謝我們的房議員相處的執行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 我們劉德嶺、劉議員 謝謝 會議主席我們陳議員 在場的我們保安部門的各局處的首長 以及我們今天電視機前面的高雄市市民 首先要請教我們衛生局局長 那個主席我就採計問計答好了 好不好 請問那個衛生局局長 局長 你之前啊 剛剛工作報告 你三月份到任 在之前也是我們高雄縣的局長 我在想對於衛生工作 您的這個整個的資歷 我們都看到也非常的完整 對於整個經驗 你也是非常的豐富 面對著 以往的不管是登革熱、肠病毒 跟各項的 我想你都是非常有這個經驗 可以馬上上手 那本系也剛剛延續 剛剛我們黃議員 所提到的 現在因應國內裡面 大家都在講說 我們國內的老齡化的一個 急速的一個成長 根據經驗會的一個報告 說我們呈現了三大趨勢 三大趨勢就是說 我們現在年輕的 年輕的朋友 大家都是已晚婚 那我們來講 我們生育率又降低 那我們老人人口 又逐漸的一個成長 到了我們的這個 出生的幼兒人口 又繼續的下降 所以說在這種的一種循環 這種的一種方 趨勢之下 我在想 在這種趨勢之下 我們看一看 現在社會上 很多的一些 這些問題 產生於老齡化 產生的一個 長長期照顧 在長期照顧這個 這個階段裡面 對於我們年輕人 所展現出來一個 負擔的一個呈現 尤其當一個家庭裡面 對不對 我們的雙親 隨便一個 產生了一些 重大的疾病 所以說這個年輕人 他必須要去承擔 所以說他影響的 這個社會層面 是相當的廣 所以說在這種的一個趨勢之下 尤其在我們整個的我們的保險制度裡面 也看到我們整個的保險公會裡面所提出來的資料 我們整個國人對於這個長長照的一個保險裡面 只有達到1.6%等於說37萬人口 在這個時候 也看到這8年當中 立法院 我們政府 中央政府也感受到這個部分的這個重要性 所以說在去年我們也通過了這個長照法 在長照法兩年之後必須要實施 那在這個長照法實施 剛剛你回答的其他議員的一個比較是簡單 我在想說面對的第一方面長照的一個未來馬上要實施的 那我們現有的高雄市是那個衛生局 您有什麼樣的因應的作為 請回答 跟議員報告 對於長照這個部分其實有比較短期的跟比較中長期的規劃也不一樣 那短期的部分是因為既有的長照人口的存在 我們必須要有量跟能的建制 那在過去長照十年的部分 其實無論是衛生局也好社會局也好 我們花了很大力氣在做這樣子的政治委員 還有包括說對於他們之間的磨合的部分 但是長期來講其實長照以瑞典的一個經驗就看到 我們要健康老化 那減少疾病老化的時間 那這是在瑞典目前我們看到 它縮短很多臥床的時間 那所以其實在衛生局另外一個我們建管科的部分 就很努力的在做這個部分 所以高零城市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在這上面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剛剛局長也提到了 對不對十年長照 十年長照我想請教局長 我們現有高雄市在今年度 我們十年長照的一個計畫的經費 這個預算是多少 包括這邊我手頭沒有把 你可以找主辦科科長來做答覆 2500萬 2500萬 那我們現在高雄市需要長照的一個 這個我們的檢查 就是說家戶的訪查之後是多少 越是說人口是不是 對 資能資質需要照顧 資能口是三萬二 三萬二 你想想看2500萬對三萬 三萬兩千人的人數 那在這上面來講我們又區分裡面 對不對 有護理有附件有喘息 那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衛生局在2500萬 我們現有的包含我們這些長照 像我們一般市民一些中低收入戶 遇到一些重大的 在這個重大的以及重大疾病 由中低收入戶為基本的一個申請 請教一下 局長 這個中低收入戶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每一個病患重大的一個 包含他必須要插這個呼吸器的 這個要補助多少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這部分要說明 有一部分是 經費是在收委局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很多的一些 像剛剛議員講的 像鼻衛 我現在是講的你現在部分的是 衛生局的一個主體的部分 我們在長照的一個直接 因為他中低收入戶支付的部分 對於整個中低收入戶的話 他那個服務費他是要 我們可以補助他90% 所以大概 以我們的了解是說 包括換鼻衛管這些有三管的部分 大概一次 部理師費用一次費用大概加起來 他可能要支付大概100多塊 這個部分是 他是 這部分我們要區分兩種 第一種對不對 我們是 道府 你說道府去服務 還是我們在這個護理之家的一個補助 這個 只要有他申請我們都補助 問題就是說 我現在講的是在護理之家裡面的一些 重大的一些傷患 我們跟衛生局申請是多少錢 如果說他是長住在那個機構裡面 他是沒有補助的 他是因為全部都是由健保在支付 或者說他本身在照顧機構裡面 他自己的服用費用 那這部分來講 這回到社會局裡面 這個應該是在社會局裡面 會有這項設施 好我再請教局長 局長我們來講的話 2500萬你所要做的這個工作是哪 重點在哪裡 其實重點在於說 包括我們的長照的八大項目裡面有四大項目 包括我們的居家護理 包括我們的一些居家附件 居家藥室 居家營養這部分 是由我們這個部分在支出 還有再加上這個所謂的喘息計畫 對對對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2500萬你要去因應這麼多 你怎麼樣來讓這些長期所需要照顧的 在這一點我們來講 剛剛我們兩局並成的部分 是相互的合作 可是在這個相互合作 你知道權責上面有一點不分 我講說權責不分的部分 是什麼樣的 在我們現在社會局裡面 除了這個安養中心裡面 現在還有核准他 可以設我們的一些護理的一些功能 所以說在這上面又屬於社會局 那社會局裡面來講的話 他對於整個的醫療 是並不是很了解的 所以說這部分也就剛剛 陳如剛剛議員講的 我們要怎麼樣做一個主體的一個 主管機關的一個責任的整合 來做於這個未來的一個對市民上面的一個 一個主體的病患的一個一個維護跟保障 這一點才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說在這上面 你們除了要因應未來實施的這個長照 也要在這個整體的合眾連橫當中 做一個責任的區分 專業的區分 這個樣子才能夠實質的一個落實 第二點我在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社會局在在努力的的居家照顧居家照顧 可是在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護理這個衛生局 對於這三大重點 本席看到努力非常非常有限 剛剛你所報告的服務2700多個人次 對不對 剛剛工作報告說服務2700多個人次 也就是在這幾大重點裡面 延伸出來的2700多個人次 那如果說你以三萬兩千多個 這個我們的一些病患裡面 你才延伸的百分之一啊 百分之十啊 對不對 在上面來講的話 只有占這個10%裡面 這是不是來講的話 衛生局在這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偏低 那明顯的偏低的狀況之下 反反之社會局 對於老人居家照顧 這個部分 喊的比較響亮 而且落實的程度也比較高 所以說在這上面 你們兩個怎麼樣 在這個結合的一個程度上面 把你這個落實服務照顧上面 可以再做提升啊 是不是 現在委員剛剛是 針對是低收入的部分 那全部總共是 包括一般戶的部分 是總共八千七百 當然對於我們的三千三萬二 還是有一段距離 有一段距離 那這個距離來講的話 怎麼樣把它 藉由兩個居家照顧 跟我們的護理 整個的一個幾大目標 我們應該要呈現正成長 而不是看起來實在是偏低啊 這是本期對你的一個指教 我希望在這邊呈現的這個數據 產生的一個未來工作的能量 跟實質的一個工作的一個這個努力 這我們還要繼續要觀察 好不好 那我再講完了這個 我再分為另外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看到你剛剛講 這個部分 除了居家裡面 還有重大 所謂在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需要插我們呼吸管 或者失智失能 在我們的整個的醫療院所裡面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是有多少 有多少家 護理之家的院所 護理之家有87家 67家 67家 對不對 67家來講的話 我們針對這67家 高雄市衛生局 怎麼樣落實這67家的一個查核 怎麼樣落實 我們每年都會有我們的一個 這樣子的護理機構的一個 度导考核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是我們對於整個 因為我們有一個長照中心 我們照管專員 那照管專員對於這樣 服務輸送過程裡面 也對於這些病患在整個 在使用這些服務過程裡面的問題 我們會做機動性的一個了解 機長 據我了解66個 67家 那我們來講的話 現在以平均來講 每來申請每一家的護理之家 我在想 他為了社會的一個服務 我們當然是給他高度的肯定 可是肯定當下 我們也要需要 我們這些失智失能 跟需要查呼吸管的 這些重大的一些病患 對於他的一個 這個本身的一個尊嚴 我們要特別的一個注意 在本席了解的話 在現有的一個 申請的體制規範之下 一個合格的護理這個人員 他必須要照顧到15 15床 那另外 在每5床裡面 還要有一個護理那個 我們的照顧員 在照顧員裡面來講 又規範每每兩個小時 要給他做一個 這個背後的拍打 跟全身的拍打 你想想看 這個部分來講 都是行政命令所規 這個我們的所有申請的 一個這個 辦法裡面所規範的 可是真正落實到 能這個樣子嗎 本席曾經去參訪幾家 本席心裡面 以高雄市市民的一個心境 也就是以一個家屬的心情 看到自己的家屬在那邊 看到所受到的一個病人的 一個真的 人一身病毫無尊嚴可講 對不對 所以說照顧的一個方式跟模式 我們都嫌不足啊 在這不足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希望這個衛生局 你現有的人力 跟我剛剛講 未來實施長照的長照法 你這上面來講的話 怎麼樣再做一個調整規範 把這個再做一個加強 除了你定期的一個查核跟獨島 我跟你講 這個部分衛生局 只有一個承辦人 他必須要面對這麼多家 未來在這個整個長照法 通過實施之後 我在想這些有必須要整合的機構 我們必須加以整合 那另外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我們也希望本席在這邊 以一個這些整個我們高雄市的 一個所有的一個重大的一個 在護理之家的這些家屬的心境 來跟衛生局講 我們這部分要獨處加強 讓整個的服務品質能夠 一定要不斷的上升 這個部分來講 不能我們衛生局只是一個重旁而已 這個要很了解 我在想說今天來講的話 本席所代表的這些所有的家屬的心聲 必須要在這邊跟我們衛生局 來做一個主體的呈現 那我也希望我也會持續的 在落實去查查探訪 我們也希望在這種的雙管旗下 從旁輔導 從旁監督 能夠做一個未來的一個提升 這是我們需要看到的 好不好 謝謝議員 我希望今年的部分來講 實質的落實 剛剛本席所講的 我也希望 在最短的時間 衛生局應該面對未來的挑戰 再做一個實質的一個調整 這個樣子才能夠增加你們的工作 這個提升你們的服務的一個品質 以上請坐 謝謝議員 接下來環保局局長 環保局局長剛剛來講的話 你跟剛剛講的節能減碳 一直是一個重點 不管是空氣污染或者其他的 那本席在這一次我們來講 你剛剛也提到 我們的整個單車的這個點 今年要達到300 可是在這300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你這麼努力 是要這個降低 我們的這個碳排氣 可是在碳排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我們重工業以外 我們也看到這一次的報導 上面寫得很清楚 我們的電動車 你也知道高雄市的我們的機車 包含二星城這些 你都長期在講 可是這個電動機車的政府的一個推動 這個部分對於整個的節能減碳 它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可是在這上面來講 又看到了整個的一個爭取補助 我們高雄是名列最厚耶 局長 你有沒有觀察到 我們的整個的電動車的一個比例 以雲林縣來講的話 這種的城市 它可以補助到一萬七千台 那我們只有三千五百台 在我們最低的最低的 我們來講在五都裡面 六都裡面 根本排不上 局長 這部分你來做一個回答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那個 其實有關於 那個 我們現在主要的一個 推動的主軸是這樣子 太舊二行程機車 太舊二行程機車 然後再去購置 那個整個一個電動機車 電動機車是怎麼樣鼓勵 我們這個所有的市民 你能夠在那個 太換車子的時候趕快鼓勵 那政府的補助 讓你能夠 對於整個的一個太換 能夠提升嘛 這才是一個 這個追蹤的一個目標嘛 我在這邊簡單的提 我希望 未來所高雄市所呈現的數字 也就是等於說 我們今天來講 數據來呈現你們服務的 一個成果嘛 這就成果上面就有缺失嘛 那未來我希望 在這上面 做一個主體的一個改進 改進的這個狀況 怎麼樣去推動 我希望主辦科去加一把勁 來努力 第二點 我想針對了整個的 不管是整個高雄市 對於廢棄物的一個問題的 一個解決 包含亂丟廢棄物 就是說我們整個不管工業 跟各項的廢棄物 都在棄製山邊啊 農田旁邊啊 這個部分在今年度 去年度我們增加多少 這邊跟議員報告 去年度我們所發現的這一些的一個 亂被亂到的這些都已經清掉了 現在留著整個非法氣勢廠全高雄市有二十三場 黑龍市過去在八十幾年九十幾年那個時候 那留下來的主要的分布的地方 在大平頂這一邊 所以說 這邊算比較高 這個之前所奠定的這些八十幾場 你知道要這個是天文數字啊 我們先放到 這個部分當然環保局應該要去努力的一個清除 給我們台灣對不對 美麗的保島 一個自然環境的一個生態 另外我們不能說 除了這八十幾件之外 這個平常在這個時候 在現有的一個環境之下 還繼續亂丟啊 亂到啊 在這亂到亂丟之下 我們環保局是用什麼的一個 稽查的一個這個政策 來把這些做一個整合 這個跟議員報告一下 目前有發現到的 只要有發現到的 我們就會要求行為者 然後要清除 行為者如果找不到 我們就會要求 那一個地方的地主 你要把它清除 這我都知道 我們怎麼去在這個防範這些 你知道 這一些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比較偏僻的 或者是說 他比較容易被棄制的 其實我們都有列管 甚至我們會裝一些監視器 在那個入口的地方 那有發現有類似的這個狀況 會會同環保警察 甚至檢察官 會直接的去做一個 整個去做查核 因為這個部分 亂到廢棄物 有涉及到刑事的責任 這個會有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讀刑的部分 其實上次總質詢也在講 一個先進的一個發展中的一個都市 必須是這個我們政府要有能 有能就是說 你在這個亂丟棄當中 你有沒有在整個的合法的 再加兩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 做一個有效的一個管理 有效的一個去處 然後讓這些業者有一個 合法的一個去處 有效的一個管理 這個樣子才能夠顯現出來政府的能 是 所以說 這個百姓在亂請到 他拿了我們整個的一個市民來消費 來做他賺錢的工具 這是最不可原諒的 是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一下 整個全台灣各個縣市來講 目前的合法的處理場 量能最大的就是高雄市 所以很多的廢棄物 所以說這上面來講 我希望 對不對 一方面 這個政府有責 也有能 怎麼樣去做這個部分的防範 讓整個把這個 能夠做好的一個環節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針對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經濟的一個 嚴峻的一個考驗 為當然 環境的維護 是環保局最大的一個這個責任 可是在這個責任跟整個的經濟的發展的一個平衡 我希望就是說 很多的工廠很多的企業 我們環保局是以一個輔導跟服務的一個態度 來針對的這些有缺失的這個廠 這個廠商來做一個輔導跟輔助 一不得已的時候 再做開閥 這是一個程序上面 所以說 讓我們的一個環境跟我們的經濟能夠共生 我們希望 以這個樣子的一個方式來做 做輔導 做一個這個帶動 讓他們能夠 馬上能夠合法化 而且能夠在我們不用重罰之下 就能夠做到的 我希望這個要理 希望這個在座的各位環保人員 專業人員 對於這個部分 以將心比 再一分鐘 一個重點 所以說我也在這邊 對於局長的一個指教 我也希望整體 包含節能減碳 包含整個的我們環境的一個改善 這都是希望未來 我們環保局能夠念之在之 把這些問題能夠呈現的 做的這個數據能夠更提升 好不好 以上 好 謝謝議員的指導 我們謝謝劉議員的執行 現在我們請周林文議員執行 謝謝主席 我請問一下交通大隊隊長有沒有來 有列席 好 你先請坐 我先讓你看一張照片 請坐一下 先請坐一下 請坐一下 這半年來 現在喔 市區的刺激道路跟巷 的違規停車越來越嚴重 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停在人家的家門口 不管有沒有紅線 就是停 尤其是假日 這一張照片呢 的屋主 是這半年來 天天他家門口都是這樣的景象 尤其是假日 這是在禮拜六跟禮拜天拍的 如果大概他每一次打110 從來沒有看過拖跳車 有一次看到拖跳車是在四個小時之後 他打了很多通知後 四個小時 他的爸爸本來是他在照顧的 每天下午都要去醫院 半年後送到哥哥那裡 因為每天都在跟他家門口違規的停車輛 我們的街道報警的遠景 如果是透過派出所來處理 他也只能在那邊 我們現在好像很人性化處理這件事情 打電話先找看看屋主在不在 對不對 屋主找不到了 車主找不到了 也沒有回了 我們在現場的基層警員 他也不敢 因為他也沒有權力開紅單嗎 他也不敢 他也只能陪著屋主一起再打110 或者一起再打拖跳 不來 不來能怎麼辦 他不是單一的個案 因為這是這半年來 我接到的最嚴重的個案 我剛剛也問了陳議員 其實 這一年多來 我也不知道最近的民眾 是不是我老是也覺得 整體大家的 功德心都下降了 就是好像只要方便 都不管別人 但是這樣的惡意停車 其實是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都束手無策嗎 我想請問一下 我這半年來也有接到要出國 打開門 車庫的車就開不出來的 門口就一台改坐騎人車 我請問一下隊長 你可以跟我解釋 是什麼樣的情形 民眾都叫不到拖吊車 這種嚴重的阻礙人車通行的狀況 你可以跟我解釋嗎 我們先幫他回答 主席 謝謝周一座的指教 歡迎剛剛一座所提到的 這個一個 在家門口來停車 的一個問題 在我們處罰條例 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項第五款 裡面就有規定 在嫌有妨害其他人 車通行 通行 通行處所 這個停車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處理 第三項 它就有一個脫掉的規定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市政府交通局 它在103年9月份 它也涵頒了一個 一個作業規定 作業程序 就是反正有這種妨害 對有這樣的作業程序 但是 車子叫不來 是為什麼 因為 基本上 應該是 我們脫掉車 假如有員警通知 是有這種狀況 我們脫掉車 會馬車過去 我跟員警 在在同一個地方 叫不來脫掉車 那你覺得是為什麼 其實每一個派出所的員警 接受報案 不管他是擋到門口 擋到其他的車出入並排 擋到摩托車 我做過基層的調查 大部分脫掉車叫不來 我再請教你 這樣的違規檢舉 脫掉車是叫我們公營的紅車 還是叫民營的白車 這個要看區域 因為我們現在有三個民廠 委外的脫掉的 只要是在民廠區域的話 是白車 白車為什麼不來 什麼原因 應該 這個應該 那個因素 可能還要再瞭解一下 有可能是 因為他現在已經正在脫掉 要回廠的時間 路程比較遠 隊長 我都比你了解原因 第一個原因 很可能民營車他也不想來 為什麼 通常檢舉的脫掉 他的車來到現場 常常車主一看到脫掉車就出現了 在沒有看到脫掉車的時候 你怎麼在周邊找他都不承認 所以對脫掉車業者來講 他會覺得白跑一趟 第二個原因 很可能 這個脫掉車上 目前沒有我們的交通道隊的遠景跟著 沒有跟著 不能在現場開單 就不能脫車 這個是我們當初委外給民營業者的 一個基本的要求 對不對 的基本的限制 第三 民營的業者也好 公營的業者 現在我們的紅車又移到很遙遠 離市區很遙遠的地方 通常他們比較喜歡出去比較周邊距離近的 如果距離比較遠的他就不想來了 但是最重要其中有一個最重要原因 是我們的遠景不夠 我們遠景不夠搭配這些業者 但是他其實是有方法可以處理的 他是有方法可以處理的 你先請坐 我也在這邊 請教一下局長 可行性高不高 因為我們在委外的脫車的規定裡面 我們是希望 我們是規定說 我們每一個 每一組脫掉車出來都要有一個 我們交通警察的遠景跟著 他到了現場你是違規 他就開單 開罰單 你才可以把車調走 但是遇到現場這種狀況 我們現在一般只有兩個交通警察跟著脫掉 出去巡 去做他們真正的業務 他們是在巡邏 真正的違規停車 一般的交通 但是對於私有的民宅 私有的市民 他們的出路被擋的時候 這種檢舉車 通常要叫他們把脫掉車立刻找來 再調一個遠景 通常其實這個時候是沒有人力的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建議一個緩衝的辦法 你想想看 其實民眾只要出門 他的家被打 通常我們都打110 110會把這樣的案例其實分配到每一個轄區的所 那每一個轄區的所的遠景來到現場 我想要賦予他們可以開單的權利 因為他畢竟也是一個警察 如果他在現場 我們賦予他可以開違規的權利 那其實我們就叫得來民營的脫掉車 去解決這個民眾他當場出門的問題 這樣的可行性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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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謝謝趙警員 謝謝座委員關心這個脫掉的一個問題 剛才座委員所提到有一些故意的 或是習慣性的 那在處理上這個脫掉車比較慢 這個我們會去檢討 尤其是那個慣性的 慣性的 而且我覺得這些人鼓勵他真的就是慣性的 我相信我們潘水也好 或是伊林也好 或是脫掉場也好 一定一定有這個紀錄 有這個受禮包的紀錄 我們會針對這個來加強來脫掉 這部分 那過去沒有做好的 我們會檢討 那第二部分有關於脫掉 我們遠景如何去配合脫掉的 然後這個他有固定的路線 也有固定他們安排的 一些這個區域或是道路 但是臨時有這個停車的部分 那可能我們配合的遠景 沒有辦法趕到 那是不是可以由那個 那個派手來開單 然後脫掉車 再來脫掉 這一部分呢 我們自己再來檢討 還是大隊長可以回答 看 看怎麼這樣會比較 可以 因為畢竟他也是警察嘛 其實這個權利是屬於警察人員的權利嘛 那 現在再配合開交通法單的是交通大隊的遠景嘛 但是交通大隊的警察 其實他們的業務量也很 也很大 要處理交通事故又要配合 所以其實遠景的配置是不夠的 但是在我社區裡面發生的大小停車糾紛 其實透過110報案全部都是 轄區的警員來到現場 他同樣也是指警員 他為什麼不能執行這樣的公權力 當他有這樣的公權力的時候 事實上這樣的糾紛很快速就可以解決 而且也可以讓 其實很多遠景來到現場 像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他每次派110 打110110來的又是 又是轄區的警員 屋主又想蹲輕木林 哪一個屋主要跟轄區的派出所關係搞壞 只要看到有時候所長當班 摩托車起來 副所長當班騎摩托車起來 他又不好意思的鑰匙 報了警 報了案 還要打電話給議員說 不要罵所長 不是他的錯 他又想要跟所維持很好的關係 但是他天天出不了門 那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你去搭配這種惡意沒有公德心的人 你就是一定要有辦法去懲罰他 是 其實這樣的狀況其實是不少的 其實是不少的 那你看有時候 有時候基層遠景來 他也不敢處理 但是他又會變成受氣包 他又會變成受氣包 有一些是理解的 有一些是不理解的民眾 他就覺得 特別是在我的門口 就叫你來是怎樣 你沒管理 你是警察是怎樣 你沒管理 替我叫拖車來幫我調查 可不可以就願意這樣的可行性 那個包議員 你提出這個問題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那個要解決 馬上解決民眾之間的一個糾紛 而且不會影響到 他要出入 辦理一些緊急的事情 或一些有失效性的一個問題 我們要協助 那這一部分 可能就是 交通大隊 還有這個分局 可能要做一個協調 那這一部分 我們會來研究 謝謝 好你請坐 我再舉最後一個 我處理過的例子 一台汽車 在飛鴻線的騎樓 他就是停滿了那個騎樓 騎樓外 裡面有六台摩托車 剛好那個角度 一台摩托車都出不去 後來那個六台摩托車 有兩個車主來 開始報警 警察來到現場 大概三四個摩托車車主來了 那個我們處理的員警 找不到當事人 他當下 因為不是紅線 他本來猶豫了一下 後來他不管 當下 立刻 叫拖掉車馬上來 然後就 以嚴重影響人車通行 立刻把那部車調走 所有的機車騎士都給他鼓掌 那如果今天他沒有辦法 他 他猶豫又不是紅線 他又沒有辦法有破例的承擔 然後他就站在那裡 一直被這四個機車騎士罵 何苦呢 所以我們 我們希望他只是一個公權力的 一個使用的問題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 我們的衛生局局長 那個局長 前一陣子你剛上任 我看你就很快的 繞了這個整個高雄市的醫療體系一圈 那特別是我在新聞上也有看到 你有提到 就是說將來我們的所有重症 我們要善用 除了醫學中心區域醫院之外 善用所有的基層診所 來作為整個城市的一個分流治病 或者是在將來我們還要再面對的 登革熱或其他傳染病的部分 的快篩的部分 這一點給你表示很大的肯定 因為我一直長期以來 我就覺得我們的醫療還有我們的衛生局 對所有醫療體系的尊重跟看重 跟資源的分配 不能只放在兩個醫學中心 我們要善用大型的區域醫院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善用我們基層所有的診所 這一點我在這裡給予高度肯定 那但是我今天要請教你的是 其實登革熱最近聽說有一例 但是又疑似不適 但不管是不是天氣熱了 眼看著我們開始又要往登革熱的 的忘記邁進了 那在去年其實民眾除了對登革熱的病例 有恐慌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恐慌的夢魘是噴藥 去年的強勢噴藥連續性噴藥 其實造成很多的民怨 那事實上沒有因為我們原來的噴藥政策 而讓我們的數字減緩 所以我們有重新檢討了噴藥政策 我在這裡請教局長 目前我們面對即將來臨的登革熱望季 我們的噴藥政策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可以請教你 一般透天社區的噴藥 跟大樓的噴藥有什麼樣的調整 目前我們就是以那個家戶感染者的家戶為主 那這個部分會我們協同環保局 然後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那是不是像過去是以噴藥的執行是環保局 政策的原理是衛生局是這樣嗎 我們是一起一起進行的 一起進行 對 局長其實這十年來的登革熱是這樣子 從一開始我們大家在討論登革熱的時候 登革熱還很少力的時候 記得那時候的噴藥偵測所有的衛生局 跟環保局的專家都會跟我們 因為尊重你們的專業 所以很多人就跟我們說 病霉蚊飛不了五十公尺 所以呢 這次早期的說法就在議事廳 所以我們噴藥呢 大概就是噴鄰居 那後來呢 開始噴大樓 就是說病霉蚊很可能會飛到隔壁跟樓上跟樓下 所以進了大樓以後 只要這一戶的人家 他是登革熱的 他的上面跟下面一層 是我們選舉的範圍 是我們選擇噴藥的範圍 對不對 後來 又說擴大到 蚊子可能會搭電梯 蚊子有可能從地下室停車場 不小心就進了電梯 他很可能去高樓 他自己飛不了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噴藥一直都有不同的理由 進了社區以後 去年連環噴的時候 第一次來噴 就告訴人家 我們的現場工作人員嘛 因為總是民眾會抱怨 我們的噴藥的工作人員 如果太辛苦 也都會有脾氣 大家都忽悲他們 那噴藥噴一次噴 就說 你們第一次來噴 你們這裡群聚感染要噴 第二次又來 為什麼還來噴 因為沒有平息 第三次又來 沒有啦 因為前兩次你們都把它包起來 所以蚊子沒有噴到 被你包在裡面 你們清掃了以後 那蚊子又飛出來 所以來噴第三次 就是我們現場所有的人 其實民怨是來自於我們執行者 每一個人我認為是不專業 跟情緒性的回答 那事實上證明它是沒有用的嘛 證明我們的噴藥政策 目前來看是失敗的嘛 所以今年我們衛生局跟環保局 我們就做了一個重新檢討 那對於噴藥的政策 那我假設 現在我剛剛舉例的 大樓裡面十五樓有A棟一戶 的加德爾 那一樣是十六、十四 跟左林右色都噴嗎 應該不是這樣 不這樣 我們會去做強制自願徵刑 那如果說 那上下有相關的一些 像包括病棉紋的話 那這個部分可能 我們就會用一個 也不是用熱噴槍 而是用氣壓式的一個 一個噴灌的方式來處理 那 那 那個熱噴槍有它的一個角色 只是說 跟以往的就非常大不一樣 那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 今年特別強調是 強制清除自身員 是一個我們的重點 好我想 其實隨著登革熱 我們會慢慢的找到更多的 去應付它的專業辦法 還是一樣尊重你們的專業的選擇方式 但是我希望今年 其實大家也都已經知道了 在我們 在我們這樣的氣候 這樣的環境 應該已經避免不了這樣的一個登革熱了 但是 未來在執行上 其實民眾的嘗試也慢慢的增加了 當然除了要教育民眾 我們自己要負一半的清潔 跟保持環境衛生的責任 那在未來我們的執行上 我也希望我們能夠再更 更專業更貼近一點 不要讓大家已經 為了這件事情已經恐慌了 然後還要為了這件事情 造成我居家的所有的不便利性 這樣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好主席我質詢到這裡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我們的副議員 認真的執行 那現在我們請 呃陳正文議員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保安小組的主席 那 我們市府保安小組的市府同仁 媒體記者先生及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我針對 呃最近 媒體報導一直在 呃包括輿論 討論很多的 詐騙集團 跟我們的警察局長做個探討 我們可以看到 國內 許多不法分子 從 國內的詐騙炸到國外 從非洲 肯亞 烏干達 包括亞洲 印尼 馬來西亞 都有 呃我們 跟台灣人民 這些不法分子 結合國際人士 來 詐騙 不只是台灣民眾 現在 許多 世界各地 華人 呃使用 國語的 這些國家 華人 都成為他們的對象 喔 所以 呃這些詐騙集團 從國內 騙到國外 喔 疑笑國際啊 這也變成 很多 國家 呃面對這些詐騙集團 呃共同 要去打擊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呃前一陣子 肯亞的事件喔 那中國的處理方式喔 呃也被我們 呃國內許多輿論 包括媒體 呃來檢討 那 呃我們可以 也發現 從我的資料顯示 去年我們高昂市 總共 發生了一千一百 一十六件的詐欺犯罪 那比同期的 一零三年 減少了兩百件喔 可見我們去年 呃在 我們 警察局長針對 呃我們詐騙 詐欺案 我們 事情局是有努力喔 從數據上看來是 值得肯定喔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詐騙集團 高雄的詐欺的犯罪喔 半年約 半年內大概有一千兩百件喔 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月大概有兩百件喔 也就是每三 三到四個小時 就會發生 一次的詐騙案件 所以 縱使 在警局的努力下 我們的詐騙集團 呃詐騙的問題有下降 但是 還是 層出不窮喔 平均每三到四小時 就一個案子喔 在這個部分我想 請問局長 我們有什麼 具體的 防治 這些 詐騙集團的措施 另外一方面 為什麼這邊 詐騙集團會這麼猖狂 也是因為 我們可能 最後判的罪 是不中的 那這個部分 可能要透過中央的修法 那這個部分 局長 你的看法是如何 你有什麼建議 我請警察局長做一個說明 謝謝 呃 趙吉人 謝謝陳議員 對詐騙集團的關心喔 那也給警察局提醒 對這一方面的一個重視 那 詐騙集團 其實是全民公敵啊 大家是深刻痛絕 但是 從過去 差不多二十年前到現在 這個詐騙集團就存在 但是他一直在演變 從早期在大陸的沿海 然後在本島 然後又把機房 弄到東南亞 弄到這個非洲一些地帶 本來打電話 他只是用電信電話 然後自製 就是說自己設那個機房 機房可能設在大陸 有時候設在台灣 那現在又有弄到東南亞 這個都是過去兩岸共打 所 對這些詐騙集團一起打結 叫共打 兩岸共打 詐騙集團 所產生的這些詐騙的一些演變 他為了要生存 他會做一個提升 那現在留在台灣的大部分都是 車手 主要的核心幹部跟研議的 還有技術 電信技術的這些專業人才 大部分都是國外 所以我們在東南亞 還有在非洲所查獲到的 大家都有看到報章查 都是一些機房 而且比較核心的 但是台灣抓到的 就是車手 這是形態上的改變 那我們過去所抓到的 都是集團性的 連手腦都也抓到 現在手腦有了 跑到大陸去 跑到東南亞去 跑到非洲去 這個是整個情勢上的一個轉變 所以我們現在在打擊這些 就是說在查擊這些詐騙集團 一定要透過兩岸共打 還有跨國境的 包括東南亞國家 非洲這些國家 一起共同來打擊才有辦法 所以現在變成它的難度變高 所以一定要有國際上的一個打擊的 一個合作 警察的一個打擊合作 這個我們必定要朝這個方向 要努力 那第二個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獨立作戰 抓到的這些槍 車手 一定要在國外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說 希望多先導 我們如何去把這個犯罪集團 這些犯罪的手法 的一些手法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都宣導 都提醒民眾 你碰到這個狀況 收聽到 接到這個電話 這個就是屬於詐騙集團 你就要趕快跟警察聯絡 或是打165來做查詢 這樣減少被害 所以我們犯罪為我們的被害案件會減少 這個是宣導是有效的 所以這方面也是我們一直要加強跟努力的 那至於剛才 這個議員有提到刑者的問題 刑者在法院在法官 他們是救世論法 那詐騙集團你要打擊他 有時候要靠證據 因為現在網路的通信非常發達 找證據很難 所以我們上次看到媒體有報導 大陸自己公佈 一百多件而已 被害人一百多件 其實被害人不只 但是證據他只能呈現出來一百多件而已 所以法院要判刑 還是要證據 所以我們未來的一個重點 而且要提升 就是如果從網路去找到被害的 就是這些詐騙集團 他打出去給被害人當中 去把它收集到有哪些被害人被害 是這個集團所做的 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 而且我們現在也注意到 這個問題在提升的 對 局長沒錯 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國內 你先請坐 我們國內大部分都是車手 這也是我們所擔心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這些車手年紀 都越來越年輕的趨勢 我們可以從資料上也可以看到 一百零四年下年度 就是七月到十二月 跟一百零三年度 同期比較 上五年詐欺犯罪的比率 是提升了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八 所以這些車手 為什麼會來從事這個詐騙的行為 成為共犯 尤其在我們台灣 年紀越來越輕 這些罪犯可能認為 這個工作很好又傾了 他不法的獲利可觀 他不用付出什麼勞力 但是卻有很大的一筆的收入 那局長 我接下來就是要請問你 如何讓我們這些少年犯罪加入這些詐騙集團 我們警察局有什麼作為 我們針對這些車手 越來越年輕化 這些少年犯罪越來越多的同時 我們有什麼因應 請局長做個說明 謝謝張警員 謝謝陳議員 這些車手當我們查局到 我們了解他的背景 有的甚至是大學生 有的是中措生 就是高中就離職他不讀了 在外遊當 你的意思說學歷也有很高的 學歷也很高的 那也有幫派的背景 很早就加入這個幫派的 那這些都是 就是說他在 就是說在找職業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個 在找一些那些公司 宿舍 行號 然後要找車手的 以號召啊 那個有比較好的那個薪水的 那個工作 來耗熱大學生來加入 然後給他洗腦 提供比較高的那個薪水 那另外一些有所好險的 或是離職生的 離職生的 他找不到工作 有時候也很容易 被這個詐騙機閃所吸收 所以我 我們從這樣的一個背景關係 從查局到過去的這些 這個車手 了解他背景後 我覺得我們必須跟 教育單位 還有設政單位 要多對家庭 還有給他父母親 做宣導 給小孩做宣導 學校學生也是一樣 包括大學生 在求職的時候 不要為了貪戀 被這個 這個詐騙機閃吸收 這個總是警察 會有一天會抓到他的 我想 有一部分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罰則也不中 罰則不中 導致這些年輕人 挺而走險 所以我未來 在中央這個修法的部分 我請未來局長我們 反詐騙 我想全民要一起來 今天也非常感謝 局長做的這些說明 我同意薪氣一定要提高 要提高 不然以前都判幾個月而已 達不到這種 懲罰 這個懲罰 這個懲罰的一個 一個效果 沒錯 好 局長請坐 再來我是想要針對 燕巢掩埋廠的回饋的問題 來救教我們的環保局長 縣市合併之前 燕巢有 燕埋廠的回饋金 那市長在縣市合併的時候 也信誓旦旦說 縣市合併之後 所有的福利 都一律是平等的 過去高雄縣怎麼樣 整合整併之後的高雄市 一定造的過去的福利 那 今年我們可以看到 燕巢的一個免費公車的 可能被取消了 那 地方議論紛紛 認為說 為什麼縣市合併之前 燕巢的 燕埋廠 有足夠的收入 可以 致應燕巢區 也許多的福利 包括這個免費的公車 那現在這個免費公車 被處消了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回饋金已經不夠了 我想局長你在這個地方 可能要做個說明 讓所有燕巢區民知道 為什麼這個回饋金會減少 不然市長揹了這個黑鍋 我想要透過這個機會 局長你是不是做個說明 為什麼縣市合併之前 燕巢的燕埋廠的回饋金 是足以致應這些福利措施 但是現在合併之後了 我們的回饋金變少了 是什麼原因 局長做個說明好不好 所以這樣請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合併前後的整個回饋的一個方式 其實並沒有改變 現在是合併前 所有的包含 焚化爐燒完後的抵渣 抵渣 灰灰的穩定包一年大概是七萬噸左右 那到了一百零二年以後 那有關於抵渣的這個部分 因為環保署一直在推動 我們全國各個文化爐抵渣的再利用 所以環保局基本上就是 Follow這樣的一個政策 也去申請了環保署的補助 後續剛剛講的這二十五萬噸的部分 就以債利用的方式 就去進行了一個抵渣的債利用 換句話講 也就不再進了燕巢也買廠 所以不管合併前後制度一樣 都是一棟兩百塊 所以當然就是說 以實際的進廠量來給回饋金 以前因為這個上級的量比較多 實際量比較多乘以兩百就比較多 那現在每年大概只有這七萬多噸 七萬多噸 那一頓兩百塊的回饋金 整個起來 回饋金當然就減少 所以基本上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們去推動整個一個抵渣再利用的一個 整個這樣的政策 那整個全國都是這樣來做的 一個原因所導致的 局長我們也可以這樣講 是因為時代的進步 這些抵渣我們可以利用 再利用的方式去處理 就不用掩埋的方式 所以做成這些收益減少 應該是這樣 對我想 局長你請坐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說明 也讓這些厭潮屈民知道 現在的回饋金減少 所以 所以 這些的部分我想 在這個 新任的位置上 你也蠻順手的 那 我們可以看到 長照是未來 我們全台灣 不只高雄 都非常關心了一塊的議題 而且高雄 我們都一直認為是 非常適合老人移居的城市 陽光充足 氣候溫暖 那 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 市面上 就是有所謂的養護之家 及護理之家 這跟坐月子中心 非常不同的是 我發現到 坐月子中心有 非常高檔的 也有一般的 那 養護中心 一般來講 都是 環境沒有辦法 做到非常高檔 我想這個是市場的區隔 應該讓市場來 自己來自由的競爭 那 我有詢問過業者 為什麼你們不做 市場區隔金字塔頂端的養護之家 那 我所收到的回應是說 他們認為 我們局裡有相關的規定 可能 沒有上限的 有收費上限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會造成業者 不願意 投入更多的 成本 去做一個 比較 比較 優質的 比較 設施比較完善的 高等級的護理之家 那在這個部分 我想請問局長 有沒有可能 取消這個上限 讓市場來自由競爭 讓這些市面上的 有更多的 讓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讓我們 有更多的選擇 包括來自台北 台中 甚至國際 日本 他們覺得 咦 這裡設施比較好 這就像我碰到一樣 有沒有可能 讓我們的業者 也有這一方面 提供這些 環境的機會 請局長做個說明 請局長 請回答 好 那 議員剛剛關心的這個 確實沒有說 因為 剛剛查了一下是 最近一次是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那我想 隨著我們的 整個社會的一個步調 還有我們的經濟的發展 還有每個人對於 照顧的一個 期待的要求標準不一樣 事實上 應該做滾動式的修正 所以 議員這個部分其實 最近 我們也有 發現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 希望是說 最起碼的一個 保障要有 但是也要有一些規範 所以 這部分 我們覺得應該要來做一個 修正 所以謝謝議員指教 局長 你修正完這些 大概什麼時候 會做這個 開會的討論 這要等到我們 包括邀請業者做一個了解 因為 那個費用必須要 還是要是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收這麼多的費用 或等等這些 那 上限大概到什麼程度 要什麼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論述之後 那我們會 因為醫師審議委員會 會有開會 那 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送交醫師審議委員會提案 然後 由我們的委員來討論 然後 通過之後 我們就可以 那你為什麼要定一個上限 有可能取消上限嗎 欸 所有的醫療費用 都會有一個上限 是因為怕說 在這樣子一個 呃 衍生的一些 就 呃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所有的醫療的行為 它基本上是一個 也高度被保護 也高度被管制的 就是 我們會保護 為業者 或者說我們這些 醫療機構一些權利 但是也因為相對而言 就 有這樣衍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想 那個上限的部分 基本上 如果說 對於那個整個調整 呃 適度的一個討論之後 其實是應該是會 符合 我們目前的一個 整個發展方向 那當然 那個每個 又過幾年可能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時候 那我想 這個滾動式的修正是 必要的 這樣才符合我們民眾的一個 需求 好 謝謝局長 你非常了解 現在目前的狀況 所以 呃 是不是你們開會完之後 有相關的制定新的政策的部分 也讓本席了解 好 市長 那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的質詢就到此 好 我們謝謝 呃 陳志文議員 的指訊 現在我們休息一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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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